精華的部分 又是超多 首先跟大家開場的時候說的厚 這麼大支我完全用光了 這個是用光大 還有一個小的 已經是我不可以沒了的一個精華 無論我有什麼開了都好 一定要放一支在這裡是用來以鼻不時之需的 不可以說過敏的 總之就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用它它可以修復到的 另外今年很喜歡有EST的serum 1 還有沒有呢? 沒有了想示範也沒有 類似這樣 然後一插出來是會偏向一個有少少油潤的質地 然後你可以連續用幾天 看到自己的皮膚是去了另一個level的 它真的挺神奇的 懶人護膚 洗完澡洗完臉 就這樣睡覺喝醉酒 然後睡著用它 你的皮膚是不會跌的 我覺得是很厲害的 然後就到Pretty5他們的美白精華 我覺得是很溫和 做到真的美白 它的質地是好像一個保濕的精華 不會是乳液狀 或者是有一種的油油粒粒的東西 全部都沒有的 是很舒服的 同一個牌子的保濕精華 我都用完了 兩個完全一滴都沒有的 你去Sephora試一下 這個質地你就會明白的 它很輕 很延展 很吸收 但是保濕力是很好的 我送了一支給鄰居去用 他說他很喜歡 而且不捨得用 他說要很節省地用 小星塵的話 我是用了兩支EMBA N1為什麼會覺得現在沒有這麼喜歡 因為我覺得是N8的出現 這個N8是做到一個 N3他們面膜的精華版 然後有消炎 上條片有說過 它可以抗炎 做到保濕 做到皮膚的一個平衡 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想不到用什麼 我就會用它 所以是空平了兩支 他們推出了新版本 是不能買原本的版本的 新版本我未用 未能給大家評價 但是原本這個版本 我已經是超級喜歡的了 之後呢 我還找到就是 厚的這個小小粒 Caudalie的保濕精華 夏天必備 長期補貨 它很清爽 做到一個很適合的保濕感 夏天用完全不黏 很舒服 然後你出去戶外活動 然後在辦公室 任何的地方 任何的活動 它都可以好好地 很滑入到你那天的所需 所以它長期都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是加丹尼爾的杏仁酸精華 這個是當我覺得自己黑頭多了 然後夏天你需要皮膚想更新一下 因為覺得很粗鞋的時候 我就會用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杏仁酸 Dotau會好用一點 即是有一個低點的 如果它是溫和 然後皮膚真的看到很快有一個效果 我會比較喜歡 這個我覺得適合油肌多一點 然後Tauu的話 我用完的 這個是多盛泰的收護精華 一個冬天的時候用 皮膚比較 皮膚 皮膚比較多一些細紋的時候 有些乾紋的時候用它 是可以即時很快地修復 變平滑的 我自己是挺喜歡的 但是如果你說 我有一些很深的紋 它未必可以很快地幫到手 但是你說 剛剛好開始 少少少輕熟肌 想抗老的話 這個質地是完全不會黏 很舒服 是一個很好的入門開始 然後眼部的精華 還有琴瑪露氏 Lan Juum 冰頭 我不記得它叫什麼名為 但我應該都用完了 還是從市區沒有帶過來 這個是我早上很喜歡 因為那個褪露氏是很舒服 很清潤 可以到眼部浮腫 然後另一個 是很便宜的 就是The Ordinary的咖啡因眼睛 我覺得效果較好 但便宜很多 我倆都會擺放在家裡 有空用這個 多除小寶沒那麼痛 精華就完結了 面霜小星層的N15 一盒Jumbo 兩盒4Size 證明了一切 超級無敵 喜歡用 質地很滑 真是很滑的Gel 不知如何做到 它做到一個非常好的保濕和修復 你會看到自己連頸紋都可以淡一點 總之如果你沒試過 試過後會回不了頭 然後他們有一個N13 這個就是當我藍臉的時候 例如那時候我被剪刀到損了 接著有傷口的時候用 這個好用 它裏面有先人掌的精髓 我不記得了 但它是比較潔身的 比較上是再黏一點的 所以你是真的肌乾皮膚有問題 你需要一個解決的時候 你可以試一下它 它的修復率是真的很好 但不是每一天我都用到的一個霜霜 然後到Inners Free的這個綠茶子 的霜霜 它是一個超級基本的霜霜 通常都是我很懶 然後早上那天可能是在家工作 又想不到塗什麼 我就會塗在這裏 塗在那裏 塗面也好 塗手 塗膏 我都覺得它是蠻好的 是比較上不算太貴 然後是慢能的 你想有中等的保濕的時候 我都蠻喜歡用它 還有這個是Ambriolist的全能奇蹟保濕箱 當你是那天完全上不到粉的話 用它 你一定可以由上不到粉變回貼服的 這個是很厲害的 它可以做到Base 可以做到一個保濕面膜 做到Cream 它不貴的 它真的便宜加好物 是很想跟大家推薦 他們最近是出了一個新的包裝 但裡面都一樣是這麼好用的 沒有差 好了 很累 但我們繼續繼續 MTM的眼膜我介紹過 急救黑眼圈是超級好的 他們的保濕膠面膜 我都覺得是很好用 然後很舒服 很水 然後保濕度很好 但就比較貴 如果你有預算 其實你可以買來試試 你不要心動 你直接行動 它可以再加一些 你自己的需求不同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然後 Mbryolix的 這個 Hydration Intense Mask 它保濕度是不錯的 不會太過保濕 有時候你不是說需要 超保濕的 可能昨天敷完面膜 然後今天 我覺得很累 很想再敷一個 它是做得剛剛好 但如果要超級無敵 強保濕 它就不算是 Skin Care應該差不多了 還有Caudalie的噴霧 我到處都有的 這個是舊版本的 新版本和舊版本 我都很喜歡的 超醒神的 Hatcha的唇膜 我都很喜歡 它是比較挺身的 如果現在我用的 通常都是比較上滑身的 這個是做到一個真的好像膜一樣 封住嘴巴 然後第二天 可以抹走死皮的那種 比較傳統一點的 身體用品方面 有Iphoche 他們應該是去年的聖誕石 味道很甜 我放在這裡洗澡 還有洗手 中規中渠 不會覺得很保濕 但又不會覺得很乾 然後洗澡 我還用了這個 是有個觀眾開的店 它的味道叫乳後草地 聞起來真的有那種感覺 但它加了水 一沖開 會變得比較像普通的沐浴露味 如果它可以加完水之後 保持到味道的話 我就會覺得更加好 然後洗頭 洗頭水太大了 我沒有留 Return的防脫髮洗頭 你要記住 它們的洗頭水一定要跟著這個護髮素 而且這個護髮素要用在頭頂 不只是用在髮尾 你一定要用在頭皮 它會看到效果 如果你說 不是啊 我只是想試一下 洗頭水不用護髮素 不要浪費錢 或者是用護髮素不用洗頭水 都不好了 你一定要一套用 而且要用適合 它們是有用的 你會看到一個月左右 你是明顯脫少了 然後有一個叫做 Kundel 銀色的一個髮膜 它是一個香水髮膜 它的滋潤度不算很高 但是用完之後 那個白色香味超香 所以我通常在外面前 如果洗頭 我就會用它 令自己很香噴噴 然後就會有發醋 不用說 又是我的胸瓶嘗客 然後有一個洗頭水 我很喜歡的 就是這個 Avita 兩款我都很喜歡 這個是保濕的 他們的Smooth Infusion 是用完之後 真的沒那麼容易 有一些碎碎在上面 我是那些爆炸性 有很多髮碎 我開始到處放了 然後這個就是我今年夏天 它打敗了加丹尼 加丹尼的清潔洗頭水 我很喜歡 因為清潔度很好 薄荷 然後很涼 我很喜歡 但它的缺點是乾 這個完美解決度 大家可以截圖去試一下 如果你想找一個有清潔度 然後是薄荷涼 然後它又有少少的保濕效果 這一款的洗頭水 非常非常好的 又是嘗一下Smooth Infusion 洗完之後很輕 然後有滋潤感 完全不會塌 不會有的 不會很重 我是很喜歡的 所以經常都會回購 它們的Shower Oil 都是我長期很喜歡 但是瓶子很重 我沒有拿過來 通常我都是在市區那裡用多 然後關於洗澡的 還有這個 是留了一瓶 我用了六、七瓶 一個是台灣Dr.Gram的竹肉鹽 浸腳鹽 應該大家上年會知道 我非常喜歡浸腳 我是不停不停地用 是超級喜歡的 再來會有我浸肉 就會用這個茶樹油 因為我覺得浸肉的時候 再加上它 可以做到皮膚的消炎 我還留了一個手霜 完全用光了 它是很正常 不會很黏 不會很焗 但潤度是中等的 無限這麼多瓶 不止四瓶 一個12元的洗水水 洗澡水 我用來清潔一些粉泡 然後化妝掃 都是用它們的 十支十支買的 還有這個是採封行 這個有化妝師推薦我用 它是噴頭 如果你是出工作用 我想是不錯的 但如果你說我每次大量這樣洗 它太貴了 我一次要用一整支 所以它不是不好用的 純粹是用量太多 不適合我的 用完一個厚的眼霜 我不知道它是哪一個系列 但它的滋潤度是很好 有一個清潔面膜是Serenia Detox 不會扯乾皮膚 然後清潔度是好的 可能因為最近用了很多水潤的清潔面膜 它的清潔度就會高一點 但不是保濕型的 然後到化妝品的部分 我用了Shelot Tilbury的粉餅 完全沒有了 這個我用的是Medium 它出去補妝因為很薄 所以我自己是蠻喜歡用它 它不是一個很高的遮瑕度 不可以只用它去化妝 它純粹是做到一個定妝 但它又不是超級持妝 它是做到刮毛孔 皮膚看下去很漂亮 然後你出去 例如毛孔已經凸出來的時候 你一拍下去 是可以修飾 可以令它消失 我很喜歡這個濾鏡的效果 但如果你說不是 我要一個高遮瑕的 真的用來上妝的話 我覺得化妝品永遠會好一點 It Cosmetics CC Cream 這是我用完會補貨 補貨後會用完 然後一直無限循迴的 是因為它做到一個很容易上妝 但做到全遮瑕 之後持妝到好 然後又有一個迷你妝 我用來去旅行或是去旅行 那時候帶出去很方便 是一個你用了之後 你不會找到一個超級 哇 但你又找不到缺點的一個底妝 然後就有一個 Healthy Rotation的眉膠 今年是有另一個打敗了它 不是我最愛了 所以暫時不會補貨 然後就是永恆不變的Yuzu眼線筆 這個是深啡色的 在我身上最持久不會溶 不會掉的 是防水什麼都防曬的眼線筆 然後唇膏完全用光了 是什麼都沒有光了 就是Make Up Forever 134色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MLBB顏色 是塗出來的時候 是很順 很Smooth 然後顏色跟我的嘴本身很搭 素顏的時候都用到 我是很喜歡的 Mascara我就用了THIM 今年最喜歡的我已經跟大家分享了 所以這個只要告訴大家 用光了 ETO HOUSE的陰影 你會看到 為什麼放下來是我用光了 但這邊是圓風不動 它的顏色跟我的膚色是差不多的 完全掃上去沒有東西 但我很喜歡它下面那一格 不過我覺得這樣很浪費 所以我現在還在用一個 又是差不多的狀況 應該用完這塊我就不買了 我覺得沒有用過上面實在太浪費了 還有最後這個 這個是我很喜歡很喜歡的一款 不會起紋的 但如果你要很厚地塗 我覺得它不是保濕型 我不會一開始眼底就下它 我會用了一些Liquid的狀態 然後後面再加它去做修飾 它是緊緊地在皮膚上 還有它不僅是眼底 它去遮一些暗瘡印 遮瑕力很好 它出了一個白色的瓶蓋 我就沒有用過 我沒有收到 亦都因為有很多遮瑕膏 我沒有過心動去買 大家可以告訴我 那個好用嗎 如果很好用 我還是忍不住去買 真的分享了這次的空評 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做個結尾 因為又是天黑 希望大家喜歡看 我數不到有多少 已經不齊全 你看到有些我平時經常用 為什麼沒有放過來 有時在市區我真的拿不到這麼多 有時我媽媽用最後一個 然後她扔掉不讓我留 所以我盡量留到的 都跟大家在影片分享 因為空評很多都沒有了質地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希望大家會喜歡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